我喜歡打的地圖 然後我來看一小時以內我可以賺多少金幣 我把我金幣用到全眉 我來看一小時可以打多少金幣 然後我這支BUV當然不是什麼魔血BUV 等我一下我確認一下天賦是對的 我這支BUV當然不是什麼魔血BUV也不是什麼獵手 這支我基本上大概花個10滴多一點弄出來 現在還在很雛形的一支BUV 不過我覺得他刷徒還蠻新的 對算是新策略 算是一個新策略 假裝什麼魔法跟神殿 然後對就魔法跟神殿 魔法怪群跟神殿 原理也很簡單就是 就是有那個增加魔法怪群嘛對不對 那你看神殿你看神殿 因為神殿必出 魔法怪 天賦上的神殿必出魔法怪 所以魔法怪群就會很大一坨 然後這個遊戲對不對 目前給最多 很明顯是魔法怪 就會像這樣 全都怪群的 然後其實地圖裡面礦展應該大家都有感覺啦 礦展礦展可以特別多錢錢幣 這也是不用講了 應該大家都有感覺了 兩分鐘一把開心 在我的範圍以內 沒有 那個現在完全沒有 旧時代的東西 旗天試過一次好可惜 不然其實一小時可以練七十幾趴 剛好打完二十張而已喔 真的剛好二十張欸 好極限喔 剛好二十張 沒有多沒有少 二十張剛剛好 好打到好極限喔 好然後這是我們接下來的收益以及整個宇圖的介紹 那我這部影片呢 是啟發至這一部 這部影片的這個我真的覺得很有意思 這部影片呢 其實基本上他就是做了一個 一小時 他其實只花大概四十分鐘賺了 1分鐘夠 也就是一百萬 可是要注意到的是 他是一個魔血機體 然後他是BV 他是BV 然後我不知道他是什麼view 可是可以看一下他角色只有開著 然後他有穿堵繩戒 然後有用一個吸油度串連 然後有用吸油度藥水 這些東西整體他讓他的要 金幣的產生來量大概是三倍以上 但是我 不想要特別把自己的機體改成這樣子 而且我也沒魔血嘛 我也不想穿魔血 然後拍一個魚圖策略 所以我用了一個 我自己很爛的一個機體 去做 然後嘗試把它便宜化 那當然得到的結果也是有點落差的 我一小時只賺了三十萬金幣 但是相對來說的話 這個影片對不對 他裡面幾乎是沒有任何收益來源的 他唯一的收益就是金幣 因為他打的這個策略是完全沒有錢的 所以我想了想 我不想要只做一個 我只有金幣的東西 所以我把它加入一個 還是加入了探險 那其實你要縫什麼都可以 我只是覺得探險是最適合的策略 因為探險只要一炸 整個怪群就全部出來了 可是如果你要去縫 比如說花園、深淵、艾瓦那些都是可以的 只是說我為了要 讓數據好看一點 然後一小時內把它全部打完 我每張圖平均是在兩分半左右解決的 所以我選擇探險 我們來看一下倉庫總價 其實倉庫總價來說的話 第一眼來說的話其實還不錯 還不錯 因為我掉落都還行 然後再加上有一個 蠻好的一個 Fortress的掉落 因為我是打沙丘的 然後再來有幸運掉落一個 維克多地圖 然後我們往後看 可以看到 這邊我總共掉落的東西是8.4D 以及30萬金幣 然後後面的東西這邊 你可以看到是4.4D 可是我的成本是4.1D 我覺得後悔的地方就是 保險箱甲蟲吃我太多錢了 所以這個保險箱甲蟲其實可以拿掉 整體來說這個策略還是算是蠻低成本的 就算他整體花了4D 可是所有的甲蟲這些東西 花的錢都是很少 因為我選的神戒甲蟲一個也就是3C 4C 然後機型血脈 我算一個6C的價格是直接從交易市場上面拉 但是如果你願意省錢的話 其實差不多 可能你去 用拉的話可能一個4C 5C是拉得到的 因為我真的是把他算得很貴 然後在命運卡甲蟲必出藍怪 被我換掉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還是比保險箱甲蟲好的 尤其是考慮到保險箱甲蟲好像浪費我錢 太貴了 我沒有注意到他一個4C 還是有點太貴了 然後勢力神殿甲蟲 這個勢力神殿主要的目的就是 為了讓我們出更多的神殿 那他偶爾會出現一些有趣的產物 比如說我打到一個都君的 都君的那個魂抗戒指 其實那個基底本身來說 大概就有30C 40C的價格 然後去點出那個 有可能有什麼脆弱咒 或者是點出他相對應的詛咒 就有一點價了 好 然後我每張地圖平均賺33C 最後我一小時的總盡力是4.3D 但是考慮到我在一個很低成本 我沒有挑圖就是單純的 釘子打滿點金夠 這釘子還沒像 怎麼算上去 釘子 20張 所以是80個釘子 80個釘子大概80C 哇 要再講一點 再講一點 大概也是這邊4.3D 然後每張進圖賺0.19D 我刻意用一個很爛的機體去呈現 所以或許對你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刷得更快 可能閃打 可能工之類的會更好 就這樣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就說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